很多人讲 EV is Future 那么这个 Future 肯定很多人想了解它代表着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电动车的车厨 它开的是 BMW iX 来让它分享一下驾驶电动车的过程 现在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 BMW iX 的车厨 Jack Hi 大家好 我是 Jack 我是做 Property 的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我相信 在这个萤幕前面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是什么让你有那个冲动去选电动车 我觉得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我行业的关系 我们需要时常的跟进那个时代的趋势 因为以前我这样子听过 以前其实是马车的 然后我们有变成了一个汽油车 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不到 很麻烦要打赢 然后现在也是同样的 过了可能几十年 我们已经从汽油车了 未来已经肯定会慢慢转为全部电动车了 所以我觉得我换电动车只是比全部人 提早去做这个体验嘛 要的你刚才讲到一个 Key Point 你刚才讲是做 Property 的 然后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电动车的单行的点 就是在没有地方充电 那么你觉得以后的新 Project 会不会有这个 每个 Parking Slot 都有一个 Charger 或者是 他们会在外面跟一些 Provider 做 就是像 Jump Charge 啊 Paris 这样建一个充电站在那个库堂里面 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吗 其实现在我们卖的 Project 啦 就是几乎 80% 都会有 下面有电动车 但是少数会有每个 Parking 都有啦 如果要这样子的项目的价位会比较高啦 也是有啦 上面有一个是不是 对 上面有一个是 可是 有一个每一个 那个价格很贵哦 对对 它是 900 千 至少 是 那个一个 Uni 可以买为两截我家 哈哈哈 OK 那么在你买 IS 之前 你应该有考虑过其他车? 有 这样汽油车有什么车是曾经在你的 Option 里面? 有的 其实我很想等那个新款的 E Class 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驾着那一个 W 213 然后我很满意的其实我的 E 250 然后我想等那个新款的 But 还要等很久 还有整年这样子 所以我就等了很累 所以我就去看了这个电动车 我一 Test Drive 啦 我就下定了 这样我跟你讲一个消息 可能你会不会伤心? E Class 好像常不得要 Open Booking 啊 是是是 可是我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啊 是是是 嗯 OK 我等很久 这样要等那个货道 还要一个 是 要一个时间 就是你买 IS 时间你只考虑了 这个新款的 E Class 啊 其他的事就没有了 其他的事就没有了 嗯 OK 那么在你决定要买电动车以后啦 你的 List 里面有什么款的电动车? OK 呃 我的 List 里面啦 嗯 其实 我有去 Test Drive Mercedes 的电动车啦 呃 是 就是跟 BMW 这个 iX 的 是差蛮远 也是 所以我 After Test Drive Mercedes 跟 BMW 我就 都没有考虑太多 我觉得 iX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竞争对手的 嗯 iX 严格来讲算是暂时还没有啊 应该有的话应该就是 EQE SUV 可能就是在它的对手啦 但是因为 EQX 刚刚 Launching 罢了 所以 iX 在市场上面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可能消费者对 iX 的认知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所以这样你买的 iX 是哪个 variant? 呃 iX 40 Sport iX 40 Sport OK 这样子对这辆车来讲 目前你开了多久? 呃 3 个月左右 这样子你对于这辆车你有什么满意的点 你要跟 可能在考虑 iX 的认知分享 OK 其实我这辆车啦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嗯 第一是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比我想像总大的 呃 本来我觉得这辆车都是 呃 可能普通普通吧 but 它的 size 真的是蛮大的 它可以讲 呃 它比 CR-V 那种更大 GL-C 它比 GL-C 更大 比比 大型的 SUV 呢 它真的很够力宽 对 真的哦 我后面的乘坐的 大概空间是很宽 是很宽一下啊 是很宽 所以这一点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都是可能比较大支啦 我都是想要那种比较大型的的 SUV 嗯 然后除了空间以外 像动力啊 动力 对 第二就是动力咯 因为呃 之前我是驾那一个 呃 呃 汽油车的嘛 对不对 我的马力好像是200左右 258 200多 啊 200多 所以这个的马力好像是来 400 啊 300 啊 300 啊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你驾下去啦 真的完全 不能够比了 而且它不用 不用拉那边的 对 它不用去拉那边的 那你平时你踩油 它一定是会 降压 然后冲嘛 嗯嗯 所以电动程式没有的 直接你一踩它就去 它那个 instant torque 以来 瞬间哇 那种感受让我觉得 呃 很爽 很爽 嗯啊 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有幸就可以去try 其实我没有test drive 过 我们想象不到啊 但你test drive 之后啦 你就觉得 呃 呃 很很棒 那个体验我很满意 这样子你会不会再考虑回汽油车 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未来的趋势都是电动车 电动车应该会越出越多了 是不是 嗯 呃 很多品牌都一直讲他们 未来要多少 嗯 50% 80%是电动车嘛 所以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电动车啦 是 可能我在 在四五年过后我会换另外一款 看到是有什么电动车 但是还是肯定是电动车 嗯 应该是 嗯 OK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啦 就是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充电怎样 你是家里有充电呢 还是你要去外面充电 OK 我是在我的家楼下那边充电 嗯 我是住condor 的 嗯 我的condor 下面有一个 Charge City 的一个 一个bay 啦 它有六个bay 的那一个charger 哦 就是你的condor 里面是有charging station的 对 嗯 有六个bay 对 OK 这样子 平常来讲你去你的condor 那边 就是 EV 的车主会多吗 呃 全 EV 的车是可能 几辆不到十辆 不到十辆 所以就是 你们在用这一个充电设施的时候 就是不会遇到需要排队的情况啦 呃 没有试过它有六个bay嘛 是不是通常只有我一辆 嗯 或者两辆 只是试过一次罢了 有三辆加买我 嗯 就是这样吧 所以就是不会排队的情况 没有试过啊 这样那些 PHEV 的车保 会充电的吗 会 也是回去啦 可是很少 好像他们一个小时就满 啊对啊 对啊 应该对时小嘛 这样子 这个收费是多少钱 这个收费是百kWh的 嗯 就是 一块钱 perkWh 嗯 这样子其实不贵啦 因为你的车应该是 80里面是吧 对 对 因为你不可能到零你才去充电 没有 对 所以基本上应该都是有个二三十八间就去充电 对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充到满 也是一个五六十块 对啦 就是 嗯 这样子它的充电速度咧 它的充电速度啦 呃 都是 11kWh 所以我通常都是充来45个小时这样子 15个小时 所以它只有AC没有DC 没有 只有AC吧 只有AC OK 基本上就是晚上 你把车跑过去充电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睡醒 你一车点就满了 对啦 我是常试这样子的 我们都会选我晚上回来 可能5点9点 我就parking that way充电了 然后我们早上出去 也是9点左右 我就开车走 就100%了 嗯 这样子对于用电动车的人来讲 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 像我自己这样 我也是住condor 但是我的condor就是 没有这种 别人provider的charging session 然后我自己不可以转WBOS 变成如果今天我要买电动车的话 我就要做很多blending 例如讲 可能我今天早上我要出门 我要看我电动车有没有电 没有电 我要去外面充电 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个 不好的 很麻烦啦 但是如果像你家里有充电 我当回到家我充电 我回去睡觉睡觉 最近第二天我出门就有电了 所以其实 政府如果真的要推电动车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是要考虑均期的啦 不是讲今天 电动车免税就很多人买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充电 方不方便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最重要的还有价钱 讲到1kW 1块钱 我真的觉得很便宜 然后很多网民讲到电动车 都还是会有一个event 就是跑长途怎么办 这样你有跑过长途吗 然后频率会高吗 我是时常去10人班的其实 如果你讲载远 我有去过JMB啦 一次罢了啦 一次罢了啦 如果讲的你才用车那三个月 其实我觉得 应该未来还有机会去体验啦 但是你有去过JMB 就是有那个Xperia 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其实 因为在我去之前啊 我要知道 那一个路途的哪一个邮站 有的 那个DC 真的要做一点功课啦 其实现在都有很多手机APP 你可以找的 是是是很方便的 我们有电动车的人啊 手机一定有那个APP的 所以你就懂那一个地方有 你就要charge off 不要等到没有电才 才找那个地方 其实手机APP的话哦 有一个brand的 他们有出一个手机APP 就是Smart嘛 它有那个Hello Smart App 你不是Smart的车主 你其实也是可以用那个APP 那个APP里面 基本上它包括了马来西亚 大概70%的charging station 你可以直接用那个APP来给钱 我觉得那个APP还蛮方便的 就算你今天不是Smart车主 你都可以用 然后 这样子的话 你讲那时候你去 青山嘛是不是 这样子你有没有在途中充电 有有有 因为我也是 不要等到没有电嘛 我到40%多我就充了 大概在哪里充 在一个 Aikelo 对对对 因为Aikelo来回都有 不过其实讲真的 我发现一点哦 就是如果我家电动车去Johor 你在去Johor的路上 可能没有这样多charging station 但是你回来 差不多每一个Ina都有 很奇怪是不是 因为我有时候会注意的 因为我是Johor人嘛 我回Johor我回来 这么去的时候没有回首一堆 很好笑 然后关于这个电动车驾长度 我自己也有点心得要分享啦 其实很多人讲你在充电的时候 你要等30分钟啊 或者你要等一个40分钟啊 很浪费时间 不过其实这种是跟你个人的驾车习惯有点差别的 因为有一些人驾车就是他今天可能从KL去Binang 他不停的他就是一直由Lub着去到Binang为止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停下来上个厕所吃个东西 你上个厕所吃个东西可能就花你一个 15分钟20分钟或者半小时 如果你在那个R&R休息的时候它是有DC 80kW 100kW你充电你去吃东西 那么其实当你吃完东西或者你上完厕所回来 它的电量应该就已经补充了个10% 20% 3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你个人去 怎么讲 你个人的驾车习惯啊 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停的人 电动车可能对你来真的是浪费时间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人是拖家带小 小孩子要上厕所老人家要上厕所 在那个时间点你充电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刚刚好了 善于利用时间这个要看自己的安排啦 那么接下来呢 人家就讲电动车因为没有牙箱啊 没有Engine啊不需要换油那些 service 会很便宜 你虽然让你的车开了三个月 现在你买车的时候你去做研究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的车有6年的Free Service Free Service 去到6年啊 对对对 他们 extra给你一点是吗 对对对 所以是完全不用给钱的吧 我都有问啦 之后讲啊 他讲 因为没有换黑油嘛 所以那个费用是便宜的 是便宜过汽油车 所以基本上买电动车 如果像买BMW 它给你5年Free Service Standard是5年Free Service 你基本上你要花的钱就是轮胎 跟可能Breadpad 就这样罢了 这下东西你根本都没有翻的 轮胎咯是咯 轮胎咯 可是2寸 而且加上车表中轮胎摩表 对对对 所以你有去查大概查过轮胎价钱吗 千多吧 一条啊 OK那这个不是我们能力可以费用感的东西 然后 我之前我去Smart的Service Center 我有跟他们查过啦 我相信大部分的电动车呢 他们的Service流程都是一样的 他们基本上是一年两万 你要回去检查 你检查 真的是纯检查而已 他们就是查你的alignment balancing 然后插电脑查一下你的System有没有问题啊 然后你的电池健康程度怎样啊 然后帮你看一下鱼刷水那种 而且他们有讲他们的Service费用其实很便宜的 可能有时百多块就搞定了的 你想想你一年就花那百多块去Service 好像是真的不贵啦 但是相对的就是你的Brag Pack 跟轮胎真的会用比较快 你会扯重 这个是跑不了的东西 然后 BYD 的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有去了解过 因为之前 BYD 他们 我们去跟 BYD 拿Tesca 的时候 他们的人也会给我们详解一下 他们Service的流程怎样怎样 其实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啦 就是你将0%的maintainment fee是不可能的 但是那个maintainment fee 就不会像汽油车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可能汽油车你要换牙油和黑油 但是你的Engine 的Brag Pack 磨损不会这样快 电动车就可以了 可能它不用换牙油 但是它的轮胎啊 然后它的Brag Pack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快的磨损啦 所以总结来讲 像你该讲的你的车 可能你也是加个15年吧 5年Free Service给你相当够啊 对对应该不会超过5年吧 对就是你等你卖车的时候 搞不好你下一个人买你车的时候 它还有Free Service OK啦那么接下来 因为你是开着一个iX的人 然后你讲你下一台车 你也会换电动车吗 这样子 目前市场上有哪一款电动车 是你比较在注意的 你觉得有potential 会变成下一个realmaint model的 我觉得我会考虑 那个Makant呢 Porsche的 电动版的Makant 它有出一个 对刚出的吗 对对对 可能未来它会出凯燕 我觉得应该会 凯燕暂时还不懂 但是目前只要Porsche 除了Taycan以外 它的Makant会有电动版 然后718也会有电动版 这样子给你 你要718还是Makant Makant Makant 因为还是比较注重载人 对对 Makant其实它的体性也比较小一点 如果有卡验的话会更好 不懂未来可能 有可能会有 所以你是比较注意Makant 那么 以哪一个电动车的车主 你会给正在考虑电动车的人一个 怎样的建议 我觉得喜欢就买咯 不要想太多咯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可能很不方便 没有充电价 我觉得这个是趋势来的 我很相信未来的10到20年 可能市场上有一半以上的车会是电动车 所以我们只是比其他人更早一步 提早去体验这个 驾电动车的感受吧 OK好啦 这样大家觉得今天这样子一个分享的内容 会不会让你对电动车的这一个想法有改观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OK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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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